曾世强解读道德经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老子告诉我们 不以兵强天下 因为这个东西 你打人家 人家也会打你 那报复性是很强的 老子是这么说的 夫兵者不祥之气 误惑恶子 故有道者不处 他说战争这件事情 是一种不吉祥的手段 其实万物都不喜欢战争 但是偏偏总有人喜欢发动战争 老子所讲的都是根据事实而来的 因此他说故有道者不处 因此有道之事 他是不会依靠武力的 他不会 君子居者跪左 用兵则跪右 我们一般人是左位大 可是战争的时候是右位大 他就在告诉我们 战争是非常的手段 非不得已不可以行之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都说男左女右 好像又是男女不平等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右手比较有力气 所以那女性同胞 在我们的右边 我们随时可以保护他 如果在我们的左边 我们想去拉他 也许因为左手力量不够 反而误了事 但是用兵就不一样了 用兵他是不想 所以刚好采取相反的方向 来警告大家 这是非常之事 不可以常常为之 革命也是一样 革命是非常的手段 如果常常革命 那国家是很乱 而且老百姓很倒霉 兵者不祥之气 非君子之气 不得已而用之 凡是打仗 都是非不得已的事情 它不是吉祥的事情 所以如果君子常常用它 这君子就是不对 因为它不是君子 应该常用的东西 只有什么 只有不得已而用之 但是我们看 现在这个社会 刚好是相反的 拼命发展核武 我相信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有些国家 你发展核武就可以 人家别的国家 发展核武就是不行 这什么道理 然后又说国际平等 这都事实 然后我有一千个核弹 你有十个核弹 我们说各减一半 各减一半 那算公平吗 它十个 减掉一半是五个 我一千个减掉一半 我还有五百个 那就算什么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讲 国际平等 国际什么 跟事实几乎都不相符 现在我们造成一种很凄惨的 叫做恐怖平衡 天天瞎互来瞎互去 到处游行 到处演习 你想瞎互谁 可是我们能不能因为读了道理经以后 我们就把它整个改变 由我做起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要等到中国再强大的时候 我们再来化解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时机不对 我们暂且按兵不动 以境待变 这才符合自然的规律 接下来老子又说 田荡为善 什么叫做田荡为善 就是你对战争这种事情 你就淡然处置 你不要去强调 你不要强调 我们是不喜欢战争的 也不需要 我们是爱怕活平的 我们也不需要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你讲的话干什么 田荡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说的蛋定 但是我是希望你说到要做到 不要变成口头禅 那就糟糕了 现在太多的事情 最后就变成口头禅 嘴巴这样 心里头完全没有一种想法 怎么才叫做淡然处置 胜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胜利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 你如果把胜利当作美好的事情 大势去敬足 那就表示你是很乐于杀人 而且杀的人越多 你越荣耀 这叫做好杀 好杀是一种人类残酷的行为 不值得鼓励 忽乐杀人的 这不可得志于天下 反而是这种 把战争当作是美好的事情 到处去发动战争 对这个杀人 引杀人以为乐的 不可能得志于天下 不可能到达治天下这种意愿 更不用谈什么地球村这一类的事情 老子在《道德经》第31章 再次提出了左右 吉士上左 凶士上右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 中国人自古 以左为上 为什么却要让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反而居右呢 吉士上左 凶士上右 又有哪些含义呢 吉士上左 凶士上右 我们一般的礼仪 好事情 正常的情况 是什么 是从上左边 左位大 右位小 但是战争这种凶士 刚好是倒过来 跟帐上一样 它是什么 它是叫做异常的礼制 它是右边比较大 左边反而比较小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 你看如果宰相的话 左宰相比较大 右宰相比较小 将军的话就不一样了 左将军比较小 右将军比较大 所以说偏将军 你的位置是在左边 上将军 你的位置在右边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连这个形式上 我们都要处处地 告诉大家 冰者不祥之弃也 扫动为妙 由这些就可以证明 中华民族 地的确确 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言以上领处置 就告诉我们 这种事情 你把它帮助 家里有伤势 来处理它 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参加 上市的最后祭典 你可以看到 左边是比较小的 右边的位置 反而是比较大的 跟正常的位置 是调过来的 杀人之众 以悲哀弃止 因为 你战争 免不了要杀人 杀人的事情 是不应该庆祝的 应该用悲哀 哭泣来面对它 来处理它 所以 我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胜利了 打败了日本 但是我们胜利纪念日 好像我们不太 去重视 有人就说 我们胜利 我们应该要 让全世界知道 其实 不做比较好 做的话 好像我们也是 西方打仗的民族 我们是好胜 那跟西方人 也是什么不同 战胜 以商礼处置 战胜 要把它当作 商礼来处置 表示以后 不要再发生了 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老子 他处在当时的社会 他对战争很厌恶 这个心情 我们可以体会 但是 就算几千年后的现在 我相信大多数人 也是不喜欢战争的 所以他这篇 讲战争的事情 我们应该 好好的拒取他的教训 以战指战 而不是好战求胜 这样各位才知道 本来日本人 要不要去 祭他们的晋国神社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去管他干什么 但是我们会管 而且全世界都很紧张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去祭拜 就表示你军国主义 又要复兴了 你又想侵略人家来了 那怎么不紧张呢 所以日本人老是说 这是我们内政 这是讲不通的 你杀人 你发动战争 你侵略别人家 现在你说这是内政 这说不过去 所以你从老子的 整个的道德经 你可以看出来 他是把所有事情 都搞得清清楚楚 然后才一个一个 跟我们分析说明 希望我们 真正把它当作 为人处事 甚至于大到政治方面的 宝典 好好地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